有空拍机撞进101楼 我们来看到有一名从台中到台北游玩的蔡姓男子 27号上午在101附近的象山玩空拍机 但不慎撞上了101大楼之后空拍机坠落 这名男子说呢他是在象山玩空拍机 依次是因为风太大或距离太远 发现整个画面都消失了 才知道原来空拍机失控撞上了101大楼 他立刻前往101管理室 留下了姓名电话等资料 表示怨妇全责 而101大楼员工呢 就在花台边发现了衰落的空拍机身 又在82楼新南处阳台 发现空拍机尽头零件 这名男子表示他没有其他目的 只是单纯想要记录这个空拍画面 对自己的行为闯祸不断的连声抱歉 表示是相当懊悔 而民航局人员跟航警局表示 现在还在厘清 这个无人机的高度有没有超过限高规范 如果有的话要依法开罚30万到150万元不得 戴着毛帽口罩 小跑步进警局口中频频道歉 他是家住台中的蔡姓男子 27号在台北玩空拍机 不慎撞上101后才发现闯了大祸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 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蔡姓男子27号站在象山操控空拍机 撞上101后赶紧跑到柜台询问 有没有捡到空拍机 最后留下资料里去 晚上6点多工作人员发现 坠毁的空拍机机身 两个小时后又在82楼的阳台 发现空拍机的摄影机向警方报警 就是想要来记录这个画面而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 可能是风太大或是什么 我就没办法控制他没有画面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边了 空拍机飞行高度明显违反航空法 可处30万到150万元以下的罚还 在今年7月才发生陆克玩空拍机撞101 现在又发生一起 想拍美景没注意地点 可要付出法律责任 记者林世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